大公報 融合空中加油當打手 2015年7月13日中國新聞A09大公報信 據新浪網報導 中國現役航母臨在戰鬥機簽15的最大航程為3,000公里 比離劍無人機的最大航程4,000公里少1,000公里 由於遼寧艦採用滑躍起飛和爛左降落方式 如果離劍上艦,作戰半徑將會受到影響 但橫竊比殲15元,除擁有比殲15更遠的作戰半徑外 離劍不需要飛行員 如果融合空中加油能力,作戰半徑將得到極大提升 融合空中加油技術後,離劍對航母臨在機群總體作戰能力的提升顯而易見 殲15和未來的第四代隱身艦載機無發展時間在空中巡航 完成一個波子的作戰任務後,必須返回航母進行檢修和更換飛行員 如果配備離劍,這種輪換緊視另一名無人機操作手 將原先的操作手替換下來的簡單事情 上艦後,離劍無人機最重要的作用是 伴隨於殲15和未來的第四代隱身艦載機作戰,並充當航母的首波打手 此外,離劍還將為航母提供偵察監視、欺騙有動、實施干擾、通訊中計等方面的任務能力 艦載無人攻擊機的作戰半徑遠遠高於有人艦載戰鬥機是一個重要的趨勢 例如美國的X-47B無人機的作戰半徑就達到1500公里 這個作戰半徑遠遠超過F-18艦載戰鬥機和即將服役的F-35C 仍艦載機的作戰半徑,因此,艦載無人攻擊機將使航母戰鬥群擁有長權 在對陸會對海打擊方面,與傳統的有人戰機相比,將擁有無可比擬的距離優勢 C-47B C-47B C-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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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8